我是从事飞行员会议下来的 我太太她是做珠宝生意 外人来看我们应该是一对 蛮令人羡慕的家偶 但是我们那时候蛮会包装的 其实我们里面各有各的盘算的打算 我是想升官她想发财 我太太她嫁给我的时候 她就觉得我不太对劲 就是我还是喜欢吃喝嫖毒 但是又无可奈何 但是到了把肉体的外遇 变成真实的情感外遇的时候 她忍受不住 曾经在最严重的时候 她亲生两次 也想说她要跟我离婚了 一刹那之间 我觉得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妻子小孩都不见了 我在那很痛苦的时候 夜间那个仇敌控告我 叫我去死 所以我留下一言 我写完以后 我就要从六楼跳楼自杀 但是我请她来看的时候 她知道我的情况不对 是要跳楼 所以她临时在阳台 把我拉回来了 虽然暂时原谅我了吧 但是其实是没有 那个苦毒 怨恨里面没办法释放 在那段时间复杂的过程中 我儿子他竟然也参加帮拍 而且在外面也打打杀杀 那种感 我们绝对不敢相信 我儿子怎么变化这么大 而且不良的嗜好 他都染上了 而且我们当时 债务背负了两千多万 还有他的身体 已经那时候 因着情绪伤害又垮了 已经要洗肾的边缘 再加上他妈妈 千六合载的负债 一百多万 加上婆媳之间的非常恶劣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晓得怎么办 人生走到谷底 走到黑暗中 我们抓不到 该拜的拜 该喝的喝的浮水 都做了 但是家里始终没有 那种平安的窃具 直到她的妹妹跟我们讲说 姐夫啊 大姐 你们来相信我们这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才是那位创造 天地宇宙的那位真神 他可以存在你心中的 你们来追求他 他会示给你们平安喜乐 我记得那时候我太太想说 反正该拜了也拜了 也不差这么一尊 我们也去寻找吧 结果我们就带了我的岳母 还有我太太去参加 在台中的一个教会 他们有一个晚上一个特会 叫做一致释放的 所以说在那个特会中 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是因为我岳母 她是在市场卖六合彩的 所以她是全神走透透去拜拜的 在那个坟墓里面去寻找名牌的 拜了一堆的那个血链在她身上 她都不知道 但是在那个牧师 要我们大家能够悔改 岳母她确实先做悔改认罪 因为她讲说 这位神请你赦免我 因为我欠六合彩 六合彩负债这么多钱 让我的女儿又牵连到这样子 所以她一认罪祷告的时候 在牧师讲说 求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这里 释放我们的时候 我岳母就在那边当场叫起来 就开始大叫了 哎呀 那个牧师还同工听到她这种现象 就赶下来 她的妹妹就说 她家里还有拜有六尊 他们开始奉耶稣的名 开始赶在里面的东西 所祭拜过的 从你的肚腹到胸口嘴巴给我出去 就在一撒那里 她就哇就开始吐了 我非常的纳闷 我说 我以前我所拜的神难道不是神吗 为什么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赶我以前所拜的神 他就要离开 莫非这里面真的还有一位 真的是有权柄有能力 我想说这位神是我所要的 是我要真正要追求那又真又活的神 得救当天让我很压抑的是 看到神迹启示 那我是一直到信耶稣之后 我发现说耶稣就是爱 我认为我自己很悖逆 很顽梗 但是耶稣居然可以爱我爱到 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认识耶稣之后 我就跟耶稣祷告 我说我是一个很不懂得爱的女人 甚至于我不懂得爱我自己 不懂得爱我父母 不懂得爱我孩子 不懂爱我的先生 以至于我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穷劲 虽然我再能干都没有用 我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身体也垮了 孩子也学坏 老公也外遇 我经济也垮了 我什么都垮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有你 只有你可以救我 我改变了 我觉得我改变了 以前我可以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跟我先生争吵 我开始有包容心 这是真的 对 我就发现说 我对先生对孩子 对婆婆的包容心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儿子因着这样子 那种上帝的爱 其实也悄悄的 也摸到他里面 他要离开帮派是很不简单的 是要断一只手断一只脚的 因为阿爸父神的同在 不论是被掳的能够得释放 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 那个虾也能够看见 缺点能够行走 都在我们聚会中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